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部 我是主持人 鄧欣聰 跟我們說可口可樂 其實很多人要喝這個 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真的要退出臺灣了嗎 現在立法院呢 在今天進行朝野協商 協商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案 也就是食品衛生管理法 其中有一條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 毒澱粉 順丁希爾酸 或者是所謂的起雲劑 這個塑化劑 還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真的是所謂的黑心食品的問題 為什麼會一直爆發來呢 就是所謂的負方 什麼是負方 就是A加 B等於C 或是A加 B加 C加了 一大堆東西呢 等於A加 B加 C 他就跟你說是A加 B加 C 這個A加 B加 C裡面到底是什麼呢 不用講 不用登錄 不用公開 也不會去查驗 換句話說 如果加了一些奇奇怪怪 狗屁倒灶的事情呢 消費者根本不知道 他吃進去的是什麼東西 也就是這幾年 為什麼食品安全胃越來越嚴重的 一個關鍵的因素 因此很多學者 很多這些教授們 他們強力的要求說 你一定要在食品衛生管理法加上一條 所有的食品 你的這些負方添加物 你要一五一十的跟消費者講清楚 說明白 或許說這真的牽涉到商業機密 可是也許你不一定要在產品上面標示 你只要跟衛福部講清楚 登錄清楚你的這個負方 到底是什麼就可以了 可是呢 在這一幾天呢 很多很多食品大廠 非常強力的反彈說 你如果這樣摸下去 大家都不要他 也就是我所有的商業機密 譬如說像是可口可樂 這個將近一百年的 這個所謂的商業機密 到底他的配方是什麼 通通沒有人知道 可是呢 臺灣現在可能是率全球獨步之先 要求這些廠商 食品大廠通通公佈 他的所謂的負方 到底添加物是什麼樣的東西 因此導致很多很多的反彈 而在今天立法院朝野協商的進度 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在明天三讀 不證實通過這個法案 通過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重創臺灣的經濟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現場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輔大食品科學系的退休 教授邱智惟 邱老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再歡迎是臺氏大化學系的教授 吳嘉誠 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的經濟評論者馬凱瑪老師 你好 各位觀眾好 消極會的秘書長雷立芬 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馬上透過電話連線 給在這個法案 著力很深的立法委員 田秋瑾 田委員 請教一下今天朝野協商進度是如何 朝野協商進度 今天有個好消息 就是對於基因食品的 基桿食品的這個標示 以及這個追蹤系統 那個我們行政單位 大部分都願意接受了 因為我把這個學者專家給我的資料 一展開 我說全世界嚴格標示 只要你食品裡面 一丁點基桿原料的 就要標示的歐盟二十八國 再加上其他什麼土耳其 哈薩克十個國家 主要一共三十八個國家 他們都沒有違反 來不及的問題 我們嚴格標示 也絕對不會有 然後後來在協商的時候 次長他就接受說好 但是就是說那個標示的辦法 由他們來定 說那這個東西也是 我們也可以接受了 但是原則上 我們希望說盡量比照 歐盟的標準 那那個追蹤系統 沒有入母法 但是他說他們的辦法 已經出來了 他們即將要公告 那就是真的要做了 所以這方面 我們都可以接受 包括在食品上面有這個 基桿原料 包括添加物有基桿原料 都要比照這樣子來做 所以這個是公部門 已經願意妥協接受 不過這個可能感覺怪怪的 為什麼是公部門願意接受 而不是其他 不過總而言之今天 潮野協商 基因改革 改造的這些食品標示 已經是各界接受 這個本來就在我們 衛環委員會裡面 潮野協商黨團協商的版本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一月十四號 以前沒有問題 一月十四號以後 再開始所有問題 所有國際貿易障礙的問題 等到我們學者 專家提供給我們資料 說全世界三十八個國家 都這樣做 沒有貿易障礙的問題 然後他們才說好 他們願意接受 這感覺真的怪怪 可是另外一個感覺 更怪的是 負方為什麼不能講 那個到底問題在哪裡 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單方有查驗登記 七百九十九個單方 查驗登記 這個查驗登記 就是說我把這個 我們的那個成分分析 證明送到我們的 衛生管理的單位 像衛福部登記 那這個八件 抽一件 八件 抽一件到我們國家的 這個藥檢署的實驗室 再去做進一步的檢驗 那你把資料送到官方去登記 所以你如果做不實的登記 你騙我的話 你就有違反偉盜為輸罪 你就使公為由不實的登載 那我們現在富方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是廠商坐在家裡 用他的電腦 批進我們衛福部的網站 那他登記是真是假是對是錯 至少沒有人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我們的官員就說 這樣子就OK 我說不行 這樣就是廠商說了算 那我們國家再花好多人 再花好多錢 再去苦苦的去追 說你到底登記是真是假是對是錯 然後問題是我們國家的人 這個積核 積查的人又少 錢也少 那我說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源頭管理 你把源頭管控好之後 你後面就不需要花人民的那麼多錢 再去請這麼多公務員去做機查 那那個但是呢 現在我們一直講 講到後來呢 這21條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公告的 一定要由衛福部中央主管 因為公告的這些添加物 才需要查案登記 我們說照理講 應該是所有的富方 都要查點 為什麼呢 我跟他講一件事 好 我們現在單方的食品添加物進來 要查案登記 對不對 我如果在國外進口之前 把這個單方加上一個防腐劑 當他變成富方 他反而不需要查案登記 所以我們人民的這個安全 健康的跟食品的安全 就完全沒有辦法把關嘛 所以為什麼我說 從民國89年之前 我們就是這樣做 都沒有問題 然後民國89年呢 因為有一個公務員 做了一個行政公告 把這個取消了 然後這人讓人可以 這個公務員後來退休去 一個添加物的廠商那邊當顧問 然後現在我們這十四年來 我們後門動開 我們吃下多少這個有害的 甚至於工業的這些所謂的 富方添加物 沒人知道 委員我請教你啦 所以今天你們朝野協商 到底那個結果是怎樣 是說藍綠或者是局或其他在野黨 跟現在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是不是還卡在說 這些所謂的所有的食品的富方 到底要不要強制登錄 查驗這件事情 還沒有達成共識 還是只是在所謂的電子登錄 跟書面登錄這件事情有旗見 你去看法條 你如果要有這個刑法215條 你要登錄在文書上 才有這個不實業務的問題 你在網路上面我認為沒有 但是次長說他認為有 所以我就拜託院長王紀念長說 我們明天繼續協商 我要的就是多一個把關 然後他說他要事後去查查 我說這些我都支持 我絕對不反對你派人去查查 什麼第三方公正單位去查查 問題是你就把這個查驗登記做 但他現在就說 要他公告的這些食品添加物 才需要查驗登記 那委員會再請教你 所以現在衛福部或是經濟部 我認為所有的富方添加物 都要查驗登記 他是認為只要行政單位 這個衛福部公告的 那我是覺得這蠻危險的 我再請教 所以現在經濟部或是衛福部的態度 是否還是堅持說 如果公告或者是登錄 這些富方的話 會有所謂的違反WTO 國際貿易的精神 會導致於臺灣形成一個貿易障礙 會導致於像是可口可樂 這種國際大廠退出臺灣市場 會導致臺灣的經濟受到重創 絕對不會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我行文 正式行文給國貿局的局長 我說到底我們這個協商的 黨團協商版本 有茶園登記 有機桿食品的這個版本 哪一巧是犯了這個貿易障礙 它可回文是說 根據WTO的技術性貿易障礙的協定 最重要是你的從國外輸進來的產品跟你國內的產品一視同仁 要同等待遇 就就這個這個他們就這個不同待遇才會有技術貿易障礙了 然後第二就是說你的國家如果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還有基於欺騙行為的預防還有人類健康或安全 這個包括環境保護 你可以去訂你自己國家所需要的法律 所以這個是國貿局長張俊弗親自回給我的喊 那在茶園登記上面 我完全看不出會有這些問題 委員我再請教 明天可以刪讀嗎 我希望可以刪讀 所以我們非常小心翼翼的在協商 可以說是最後一里路 我們不希望在半里路了 我們不希望在半里路鋪接 但是我在報告跟大家拜託一件事 為什麼富方添加物的茶園登記 這麼這麼這麼的重要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三十條就好了 果汁添加劑粉甲酸 加上維生素吸 加上檸檬酸呢 事實上看起來每一個都是合法的 都是可以添加 當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在長時間的保存環境 這個本甲酸跟維生素吸加檸檬酸 會產生致癌物質本 所以不是說我這七百九十九種 都合格都沒有問題 混在一起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你混在一起是什麼 那個裡面的成分你要讓我知道 就這樣而已 怎麼可能會變成貿易商案呢 你沒有沒有這個有問題的 沒有黑心的東西 你告訴我這怎麼會有問題呢 OK 好 非常謝謝田舊錦委員在板門之中 跟我們去談一下 現在在今天 長遠協商的最新進度 以及到底有沒有可能這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可以順利在明天三度無通過 非常謝謝田委員 可是我先請教一下馬老師 如果我們只從這幾件事情來看 消費者會氣到不行 就是我只是要你廠商業者跟我講 你到底讓我吃進去了什麼東西 這樣搞到說什麼 會什麼導致臺灣競爭力大減 我們來看看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塑化劑事件 業者用塑化劑取代富方食品添加物的食品 你的所謂的起雲劑裡面的棕櫚油 他應該加棕櫚油 可是他因為是富方 他不用跟你講他到底加什麼 他加的叫做塑化劑 你不知道到底是加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可以有一些雲物 所以全臺灣所有這些什麼運動飲料 有的沒有的 全部都種槍 然後立光農工也在一三年有黑心貨 他涉嫌買進工業用的防腐劑 工業用的 然後調配成洋菜粉 愛玉粉等富方原料 賣給食品廠商 上下游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加了什麼東西 我說反正你就是所謂的這個 羊菜粉 我就加了嘛 加了就可以做果凍 有的沒有的 可是因為他不用公佈 他也不用告知 所謂的上下游 到底廠商是誰 所以他就是賣給 然後那些所謂的不知情的 合法善意的第三者 就是說我怎麼知道 我買的都是合法的 結果他是黑心的 可是消費者吃進去 是叫做工業用的防腐劑 毒澱粉事件 粉圓黑輪板條加了所謂的 順丁西二酸肝的化製淀粉 可是也因為我們的富方 不用公佈 不用登錄 不用查驗 所以他怎麼愛怎麼加 他就愛怎麼加 那你吃進去之後呢 癌症什麼 那是你家的事情 現在說要修法 說好 你的所有的富方 一無一時的 老老實實 你就跟所有的消費者講 可是現在有一個論述出來了 可口可樂說 你要把我的配方公佈 我怎麼可以接受 我寧願退出臺灣市場 因為全世界 我也沒有說要跟誰 哪個政府有義務 報告我的百年配方是什麼 站在經濟的角度 我們該立這樣的法嗎 其實如果只是可口可樂 跟這三個事件來對比的話 顯然這三個事件 它的重量太重了 可口可樂太輕了 所以如果我們為了防渡 這樣的事件再發生 要求富方必須要 把它的成分公開 而且要足以查驗 到最後讓消費者不再受害 而因而呢 假定可口可樂 就不再進入臺灣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我當然贊成 這個公佈富方 OK 問題在於 類似可口可樂的產品 到底有多少 如果這產品呢 它的數量很多 在國際市場裡面 是很重要的商品 而我們呢 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他們這樣的商品 全部都擋在門外 而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做 唯獨臺灣這樣做 那就會構成這個貿易障礙 所以裡面有好幾個假定 另外一個假定呢 就是其實剛才 我在私下 這個請教授 邱教授 他說其實 我們現在如果把香料 跟其他成分 把它分開的話 其他部分呢 因為它比較不至於 造成這種傷害 是 所以我容許它 繼續保密 但其他成分公開 如果可口可樂 屬於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可口可樂也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把很多的假定 都釐清 然後再權衡輕重 當然我是覺得 剛才田文元所講的一點 是蠻重要的 那就是如果單方的成分 是一定要公開 而且要政府主動查驗 而副方就不需要公開 不需要查驗 這樣的處分 我當然不能接受 因為到最後發生問題的 一定是隱藏起來 是 所以如果政府允許 有一些成分 是可以隱藏的 那當然他等於是鼓勵 所有的這個生產者 都盡量用隱藏的方式 來生產產品 那就等於是這個率受十人了 就等於是帶領這些廠商 來殘害臺灣百姓 他老師我想請教 就國際貿易 特別是在WTO規範架構下 什麼叫做貿易障礙 中華民國立了一個法 要求國內 國外 就是像剛剛田委員講的 我並沒有區分 你國外才要登記 國內就不登記 而是所有 你只要在臺灣上市 在市面上販售的 所有的食品 通通 單方 副方 全部都要公開 立這樣的法 叫做構成貿易障礙 這個情況 當然首先就是 我們需要知道 到底WTO的規定 是怎麼樣 因為看這個相關 這個技術性貿易障礙 這個相關的規定 事實上田委員 剛才說法 他說基本上 是不會構成貿易障礙 因為即使WTO都許可 你基於國民的安全 基於不至於讓 這個國民的傷害 受到威脅 你可以做某些規定 這個規定 只要他真正是基於這個目的 即使WTO應該會接受 所以我想現在需要 很多的這個專家 他對於WTO本身的相關規定 做非常明確的釐清 是 讓我們知道 到底WTO的立場在哪裡 是 我們現在這個做法 跟他立場 有沒有衝突 有沒有違背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到最後才會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假定全世界每個國家 他們都覺得保護消費者不重要 他寧可要排除貿易障礙 而台灣是單獨一個覺得保護消費者重要 不惜犧牲貿易上的自由 假定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因為如果到最後 你真的是權衡全體國民 他的健康 他不至於受到欺騙 或者不至於受到傷害的這個威脅 這方面的權利的話 我覺得貿易上的損失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我覺得剛才這個情況 我認為好像不太現實 如果說全世界只有台灣的這個人民 台灣的人民 重視本身的健康 台灣人民不容許這個生產者 傷害他的健康 是 而別的國家都不在乎 我覺得這好像 對 不太合理 不太合邏輯 吳老師我想請教 你這幾天 起到要死了 你 你是在你的臉書 一直跟著 一直跟著 為什麼台灣需要所謂的 變成財團的力量 可以大到去壓迫人民的食品安全健康 我想問的是說 現在的一個論述 其實可口可樂 只是第一個跳出來說 他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所謂的商業機密 被公佈這件事情 今天還有這幾天 有非常多像是工種 還有其他食品大廠 也都站出來說 反對 絕對反對 副方登陸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一旦登陸的話 所謂的商業機密 貿易障礙出現了 臺灣競爭力會大跌 臺灣國力會大減 你怎麼看待這個所謂 經濟跟食安似乎是背離的 這個實際上是衛福部的事 那現在衛福部提出新的版本 我現在是不知道衛福部 是不是在當經濟部 衛福部擔心臺灣的經濟幹什麼 臺灣的這個國貿局的局長 剛剛田委員都講了 他都不擔心這些事情 那我們衛福部這麼擔心 難道衛福部的部長想要去當經濟部長嗎 好好地管好自己本身的食品安全 是這才重要 這個本來就有一個很大的落差在 消費者要的是食品 而且要安全 對不對 廠商是希望說我的這個創意 是不是隱瞞一點點 不讓你消費者知道 然後透過這個部分 我可以有新的這個產品出來 然後賺到更多的這個錢 所以這部分本來就有矛盾在那邊 但是廠商你要獲益 但是我們消費者也希望你很透明 我們要的是健康 對不對 那這中間這個balance 實質上來講 真正的好的貿易 我要講說 是一個很坦誠的 很公平的貿易 我要買什麼東西 難道我不能知道嗎 甚至我要向你買這個東西 你還不讓我知道 這裡面會不會有傷害我身體健康的東西 然後要我掏錢出來向你買 甚至沒有保障這個情況 事後呢 還不知道矩陣反轉 能不能成立 事後我如果受了傷了 受了健康上的影響之後 我能不能頒回我自己 既有的這個公道 還不見得 所以這明顯就是讓消費者 不會很滿意的這個事情 是 對 那從科學的角度來講 確實剛剛田委員講的 其實都有令人擔心的 你這個地上的這個部分 已經有登記了 我們來查驗 沒有登記 沒有去登記的 我們可以不查 開玩笑 這個化學的這個成分 現在在我們資料庫裡面 超過兩千多萬種化學物質 你如果說都不去登記的 就你是只去看那七百九十九個 單方的 或單方加單方 在這七百九十九個裡面的 那其他的都不去看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還是這個樣子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我只去看這個單方的 七百九十九個 副方的 我都不看 或者是在七百九十九個以外的 化學物質加進來 變成副方的 他也不願意去查 那是屬於地下的 誰能夠保障我們的食品安全 我剛剛講的化學物質這麼多 誰能夠保障我們食品安全 剛剛還有很重要的 田委員講到那個所謂的 比如說這個本甲酸 加上檸檬酸等等之類的 這些副方加起來 有的是會加強所謂 我們的Synogestic effect 叫毒性強化效應的 不是毒性的這個東西 一加一就等於二的 有的更高的 這個部分呢 實質上來講 就完全把關不到 我現在是這個單方 但是我加一個這個東西進來 甚至會增加你這個單方 對健康的影響性的 那這個東西 你不去登記 你怎麼去查驗 是 你不登記 當然不知道他什麼嗎 你當然不能去查驗 於是他後續的這個毒性的這個效應 誰能夠掌握 對 所以倒楣的還是消費者 邱老師 我想這中間有一個 好像被兩個極端所分化 也好 或者是故意把焦點扭曲 我認為消費者要的 只是食品安全的保障 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可口可樂的 什麼百年祕密配方是什麼 我根本不需要說 你那個比例是怎麼加的 我只要知道說 我喝了不管是可口可樂 我喝了所謂的酥泡 我吃了布丁 我吃了任何的食品 是安全 就夠了 我根本 我也不會想跟你統一競爭 我不會想去開一個食品大廠 我根本不知 不需要知道你的配方的比例 怎麼調配的 怎麼做出來這麼美味可口的東西 我不需要知道這個 我只要知道我吃的是安全的 廠商或是像可口可樂立場 我只是不想公布我最秘密的 那個配方比例 或者是我加了一個什麼東西 對消費者是安全 可是那是商業機密 這兩個中間 沒有絕對的衝突 可是現在被他所謂的放大 被放大成所謂的 你如果有食品安全 就沒有經濟 你要經濟 就沒有食品安全 應該不是這一回事 我想問的是說 這中間在今天 之所以草野協商 還出現很大的奇異 到明天還不知道 能不能順利刪讀通過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有沒有一個折衷的方式 可行的並不會傷害到臺灣經濟的 又可以兼顧到消費者食品安全的立法 有這種東西嗎 說穿了其實是有啦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富方添加物 其實在第一次食品安全會議 跟前些時候的食品安全 全國食品安全會議裡面 都已經有討論過 事實上 這些富方添加物 我當時參加會的時候 蠻多學界的人 幾乎都是贊成要恢復查驗登記 那但是呢 與會的一些業者代表 特別是大的 這個所謂的食品添加物的廠商的負責人 跟少數剛才田委員有講過 曾經擔任過食品衛生處的處長 片面廢除這個查驗登記制度的 是 他們是贊成的 那其實我個人是感覺了 我們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 很容易受到一些大廠 廠商的左右 他們說會影響就是會影響 他們說會影響到貿易就會貿易 結果剛才田委已經講得很清楚 國貿局說沒有 國貿局局長 親自回函說不會 所以我們是官員拿著上方保健 再嚇自己老百姓 我覺得這種都應該要求下台 那至於說 剛才我聲明一下 我所打聽到的可口可樂 這件事情目前已經沒有了 沒事啦 因為目前應該朝野都是 我覺得絕大部分的人也都同意 香料的部分 可口可樂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香料 那個百年的配方 其實是他的香料 也是他的賺錢的這個金基母 那個怎麼可能會公開 那同樣的道理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還沒有要求香料 他的配方是公開的 因為香料他牽涉到的一些有機物質 或者化學物質上百種 那都是基於一個假設 因為他的成分非常多種 可是他的使用量只要一點點 那因此他的單一的成分 可能會造成的毒害 也就微乎其微 是基於這個假設的 所以世界上應該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國家他的香料 會要求查驗登記 是 那我們目前所瞭解可口可樂 這個事情已經 他也不會退出臺灣了 蕭老師我請教 現在就是說 我們對於食品添加五分成三種 等一下也許可以解釋一下 一個叫單方 就是很單純的 一種某種食品的原料 一種叫副方 有時候好幾個單方加起來 變成奇奇怪怪的東西 另外一種叫所謂的香料 香料 我們可以允許他保有他的機密 不公佈 不登陸 這個不會危害到人體安全 到目前為止 沒有明確的數據 或者是案例 說明哪一個香料 曾經造成人類有傷害 香料 到賣公佈剛好要去 香料不公佈 某個程度還是會有問題 前不久的時候 我自己主持的 那個國家標準會議裡面 就討論這個香料部分 有業者自己拿 我們臺灣最有名的紅塊 紅塊他去提煉裡面的 這個香料的這個成分 結果裡面可以提煉出來的 這個化學成分 高達五百多種 但是你這五百多種 他們能夠掌握確實名稱的 跟化學以及物理特性的 大概只有二十幾種 其他的根本沒辦法去做相關的 這個獨立的這個實驗 所以這個香料 你如果是不掌握清楚的 實際上就是在用一個未知物的東西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立場 連香料也應該要跟 嚴格上來講 香料要用合法安全的香料 而不是隨便加進來香料 香料的成分 也應該告訴大家 不一定 不一定說所有的量 比如說這香料裡面 有二十個成分 不一定每一個量的這個百分比 你要告訴大家 但是你要告訴大家說 這裡面是什麼化學物質 你不知道這些化學物質的時候 你怎麼去掌握他的毒性 那照理這樣說 可口可樂就一定要退出 沒有 我是覺得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有關於經濟這個問題 會影響經濟 我要請問一下 你是影響進口的經濟 還是出口的經濟 我們臺灣進口的這個食品 超過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我們是向人家買東西 我們買東西 要買安全的這個東西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向你買東西 實質上來講 是我把錢要給你 我把錢要給你 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告訴我 這個商品是安全的 至於國內的相關廠商 他講說 他們來做反對 國內的廠商 我們至於國內自己 還比較容易管理 我擔心的是國內廠商 如果運用外力 運用可口可樂 用其他外商來借他們的刀 來想要修我們這個法 修到像 讓國內的廠商比較容易存活下去 或賺比較大的利潤 但是對消費者健康 沒有幫助的時候 這一點我是表示反對 我們再來看看 在今天立法院朝野協商 這個食官法 究竟該怎麼修 該怎麼立 是不是真的會嚴重 衝擊到所謂的臺灣經濟發展 還是其實只是在自己下自己 來看看 衛福部是財團的衛福部嗎 斗大的海報說明心中的無奈 蕭基會上午指出 原本已經在一月十四號 一讀通過食管法修正案 衛福部竟然要推翻 先前已經立法定出食品添加物 及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得全面查驗登記等條文 蕭基會質疑 衛福部包庇食品大廠等財團 不過有立委對此卻有不同意見 立委許忠信上午指出 有關爭議最大的副方查驗登記的部分 不能因為要求廠商要揭露成分 就妨礙到廠商的營業秘密權 妨礙國際貿易的進行 許忠信指出各國立法 無論是美國紐澳以及歐盟等 對於國際食品的標示要求 條文上大多採取貨的方式 加以規範 如果按照一月十四號協商的修正案 第二十四條一律要求揭露製造商 顯然與國際上共同標示方式不同 不過也許花一點時間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單方什麼是副方 單方其實就很簡單 譬如說甲本酸 譬如說一樣一樣的這種很單純的東西 你加了之後他就知道你加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呢是需要查驗登記的 那再來副方的部分呢 就是應用兩種以上 有的三四種有到十幾種 幾十種的都有可能 這種單方加來加去 譬如說阿拉伯膠乳化劑 使用棕櫚油 澱粉 組成的起雲劑等等的 其實那個不是念化學的 真的搞不懂他到底什麼是什麼 可是原本在兩千年之前 這個必須強調兩千年之前 我們的衛生單位是要查的 是要登記 可是兩千年那個時候 因為臺灣加入WTO 所以要順應國際潮流 所以我們就用所謂的行政文書廢掉了 不用查了 不用登記了 也沒有立法 兩千年開始就不用查驗 所以很多人說兩千年之前 就沒有貿易障礙 不過的確是啦 因為兩千年的時候才加入WTO 那那時候兩千年前是要登入 要查驗的 兩千年之後 就不用登入查驗 可是副方常常用工業原料來取代 讓上下游的廠商都不知道 彼此在做什麼事情 下游不知道上游加了什麼東西 他以為用的是安全的 賣出去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黑心商品 然後譬如說還有第三種 叫做實用的香料 那目前為止呢 這一次修法實用香料並沒有強制要去登入 儘管吳老師認為這個也要加 這個才是真正確保所謂的民眾健康安全 可是如果連這個都要加 那可口可樂就真的一定要離開臺灣了 因此我想請教一下 就消濟會的立場 一個是臺灣經濟發展 一個是可行性 一個是消費者的安全 到底該怎麼修 怎麼修才是真正可行的 其實我想第一個就是說可口可樂會不會退出臺灣市場 最重要的這個剛剛已經講很清楚 我們並沒有限制他進口 我們也沒有說你一定要公布你的這個百年秘方的話 你才能夠進來 我們的法裡面並沒有這樣的精神在裡面 我們只是說你添加的這個添加物互放 你要來登記要來查驗 只有這樣子 那可口可樂 如果說你要退出臺灣 畢竟是你認為臺灣這個市場太小了 沒有這個市場小到你根本就看不起 所以你退出臺灣市場 不然的話呢 他為什麼要退出臺灣市場呢 尤其是如果臺灣這個市場夠大的話 他連說這句話的這個可能性都沒有 那所以他如果這樣子來喊的話呢 可能他覺得臺灣市場根本在我的眼中 他根本不算什麼 那整個這個修法的一個方向 事實上我們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追求的是 我們吃到的所有的食品都是安全的 不管是國內生產的 或者是國外進口的 他都必須是安全的 第二個 我們過去出現了太多 去年我們出現太多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黑心的一個產品 或者是不安全的這個產品 所以我們今天修這一個 更嚴格的一個法規 把我們的食品的安全的這個水準 把它提而更高 我們要求我們國內所有廠商 你必須要去公告 你的成分內容是什麼 那這樣子沒有幫助我們出口嗎 我們要求我們的產品 每一個細節 我們都給 都告訴大家了 告訴消費者 這樣沒有在幫助我們的產品出口嗎 所以如果說 我們現在這樣子修法的方向 是會打 會影響 會重創臺灣的產業經濟的話 這個這個說法是完全背離了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把我們的食品的品質做得更好 我們把資訊揭露得更完整 這樣叫做破壞我們的產業嗎 我想剛剛第一頁的那個 那個影片上面 我們有講那個 起雲劑跟那個 那個那個防腐劑的那兩個 大家還記得吧 我們國內那個大廠 統一的大廠 在那兩個案子裡面 他都有分 是 然後他講的理由是很清楚 我上面給我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就用了 可是一個大廠 可以講這種話嗎 所以如果說 我們當時就要求你的配方 裡面所有的副方添加物 你偷偷標示的話 難道他不會去檢查 難道他不會公佈在裡面嗎 換句話 統一在也沒有藉口 說他不知道 對 我們現在透過電話 連線給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的 理事許甫 許教授 許老師想請教一下 的確會有一些學者跟業者 他們對這一次要所謂的公佈 副方有很多的疑慮 我們來看看 包括我們的公部門 衛福部也說 如果要查記 所謂 登記這些副方的話 的確會構成貿易障礙 衛福部的說法是 兩千年的時候 臺灣加入WTO 就是為了要跟國際接軌 取消添加物的茶驗登記 現在國際沒有規範 副方食品添加物的茶驗登記 機 標示機桿食品原料 還有製造廠商等規範 如果臺灣片面這樣做的話 恐怕會違反WTO的協定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 蕭振環 他說呢 強制標示 複方食品添加物是屬於 貿易技術性的規範 依照WTO的規定要提科學證據 要給各國六十天的評論期 可是這無關請消稅 衛福部的實關署副署長呢 他說查驗登記耗時四到六個月 造成貿易障礙 可以改採登錄制 我再請教一下許老師 為什麼你會認為說 這個所謂的強制登陸 負方是不可行的 強制登陸 我並沒有說強制 負方強制登陸不可行 因為這裡面其實在現在的 在輿論的這樣的爭論的點 最主要是有兩點 一個是我們現在談的 這個負方添加物的 看看是要查驗登記 或者是要強制登陸 這個是後者強制登陸的 是等於是說我們現在貴福部的說法 那我在想說 因為負方添加物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東西 那事實上他有個問題 可能剛剛在這個節目的裡面都有提到過 第一個是這個負方常常因為比例的不一樣 好比說它是A跟B兩種的單方混合起來 那A跟B它可能比例不一樣 它的性質就不一樣 就是使用在產品上的性質就不一樣 所以A跟B它的量常常會改變 就是說好比說1比2跟1比3用的用途就不一樣 那這個是一個商業機密這個是一點 第二個是實際執行上面 在目前單方的這個食品添加物管理的時候 它其實在申請表上面要提供這個規格表 還有檢驗成績書 那這個規格表裡面就包含了間別 就是說裡面成分的一個鑑定純度試驗 然後還有定量試驗 還有它整個的一個規格 換句話說 事實上我們現在從報紙上面會看到說 事實上我們在立委這邊的看法說 其實不一定要公告比例 但是你如果要可以達得到分析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難以避免得要把這些東西公告出來 我舉一個例子好比說果汁是混合果汁的時候 我們假如今天是蘋果汁柳橙汁單一種我們比較好分辨 但是蘋果汁跟柳橙汁混合起來喝 它是幾比這個在事實上它在查驗登記上面的時候 分記上面有一些困難 沒有辦法完完整整的一個分辨出來 所以說在從衛福部它在執法 未來在執法的時候 事實上確實它是很困擾是很困難 當然也有談到說廠商它可能希望說 我們現在調好了新比例很快就可以上市可以賣 但是假如要查驗登記的話 據我想是四到六個月可能會長 假如你整個在這些相關的書面表單都具備的 狀況下大概是要兩個月可以完成 但是這個對現在的廠商上來講 它會有困擾 還有相當多的小廠 它現在可能確實就是我們這一次在立法 想規範它的這一些的標題 因為它可能沒有這些廠商 證證或是什麼 許老師我請教您 所以您剛剛談到說 可能是所謂的立法之後的 執行的一些細節問題 不管是所謂的執行去查驗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廠商 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去登陸 可是我想說除了執行面的問題之外 您是否贊成在明天立法院正式刪讀 通過要求所有的廠商 必須所有的食品全部公佈 或是登陸它的副方配方 假如是強制登陸的話 它就得要去揭示它用什麼去符合起來 那我想說明天是不是會完成 我沒有辦法知道會不會 因為這有一個會議程序上面 但是今天台灣的氛圍是希望說 我們消費者吃什麼東西 它是很明確的 我們可以有資的潛力這樣 那我剛剛還有一點沒有去提到 其實不管是一個查驗登記 或者是一個強制登陸 所重要的是後續的一個集合查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說 在有一天可能五年後十年後 可以在這個食品添加物這一塊的管理上面 後續要落實的時候 走到追蹤追蹤 就是說在這個食品履歷的這一邊的話 第一個得要去做的 應該是要針對添加物的項目 這樣才會真正在管理上面會有用 是 是 非常謝謝許老師 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其實可口可樂只是一個業者 他在很早期聽到說 台灣方面要求所有的食品 當然也包括可口可樂 必須公佈它的所有的配方 或許這只是一個誤解 因為其實我們並不是要求他公佈他所有的秘密配方 我們只是要求他富方加了什麼原料 要公佈 可是他的香料是什麼 我們可是不想知道的 可口可樂或許只是一個題材 可是更重要 台灣現在在立這個法 更大的壓力 恐怕是來自於國內的廠商 我們來看看可口可樂所凸顯出來說 食品大廠為什麼這麼反對 要所有的富方登陸 來看看 不少人愛喝可樂 有些人甚至每周都要喝上好幾罐 不過新修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要求 業者必須公佈所有香料及富方添加物 引發業者反彈 甚至傳出可口可樂 因為配方屬於商業機密不願公佈 一度考慮退出台灣市場 加工食品裡頭含有香料的時候 免展開所有的成分 那麼但是呢 他一定要寫明香料 衛福部食藥署表示 為避免影響經貿協議 和經節會協調後 在條文中找到較為彈性的做法 也就是混合多種原物料 例如咖哩粉只需要標示香料即可 但如果是食品添加物 因為是原料 就必須清楚標示在外包裝上 食藥署強調香料標示部分在去年12月已經公告 比照國際規範可不需要全面展開標示 至於賣場的自由品牌製造商按照新規定必須標示 但會給予一定的緩衝期 廖老師我們來看看這是不是真的是 所謂的商業機密 然後臺連立法委員許忠信 他說呢 食品添加物很可能是祖傳的秘方 那不只是祖 那他們阿祖的阿祖 可能一百年 這都是不能外傳的 可是呢 現在如果強制查驗登記的話 可能會造成營業的秘密外洩 因此呢 許忠信立法委員 他說應該要設一個機密審核 他並沒有說不要登入 他說你其實可以用透過其他的執行面的方式的改善 機密審核 你不用跟所有人 你也不用印在包裝上面 你其實透過一個很機密的機制 來去審核 也就是有公信力的這些公部門的代表 或是第三方也可以 透過這個審核機制 才知道說你用的這些秘方是安全的 這個是一個 另外業者也聯合聲明 他說代工或是供應的 常常被視為產業上下游的商業機密 這個倒不是所謂的 你添加什麼東西是機密 而是說我跟哪一些廠商合作是機密 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跟馬老師都在賣布丁 那我現在都要找邱老師來代工 那這時候大家彼此視為機密 因為這時候可能會壓低價格 或是其他的這些所謂的這些合作機密 這個也不應該被公佈 這個是業者的認為說 如果說你上下游全部都要公開的話 還會死 再來是衛福部的說法是說 可將揭露製造商改為製造商 包裝商進口商或出口商 來保障三方的獲利 我想請教的是說 一個是商業機密 一個是貿易障礙 這個部分我們真的可以這樣立法嗎 我想應該沒有這麼嚴重 特別我想講第二點 因為我們最近才做年菜的 這個行路的一個檢驗 那年菜的這個地形化契約裡面 有講清楚說 你委託了哪一個食品廠代工 就是某某食品廠 這個是要講得很清楚的 但是消息會檢視的 我們抽查的大概二十個這個年菜的這個DM 都沒有講 我們到底是委託哪一個 這個食品廠來代工的 那為什麼不敢講 就是第二個問題嘛 我們同樣我是圓山飯店 然後我是這個統一超商 那我們其實通通是委託同一家食品廠代工 可是我圓山飯店 我賣的比較貴 統一超商賣的比較便宜 那這對消費者來講你的感受是什麼 其實是同一個同一個大鍋爐煮出來的東西 可是你換了一個不同的品牌的話 價格就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去要求說 你這個代工的部分 應該把你這個名稱 把它公佈出來 到底是誰代工 這樣子不是一個資訊透明化嗎 那當然你可以講說 我圓山我要求的料是比較好的 我的這個量也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 所以我會比較貴一點 可是我還是同樣的那個代工廠 這沒有關係 是 對 所以所以這個業者這樣子講說 這是商業機密 我想這個要不到商業機密 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食品添加物的地方 可能是祖傳秘方 其實我們消費者很關心的 在我們的感覺裡面 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事實上是化學 是化學產品 祖傳的時候 就已經加了不該加的東西 對 或許是這樣子 但是有可能 當然 可能講祖傳 他可以傳這麼久 或許是他或許某些東西 真的還是比較天然一點 所以他可以傳百年 可是傳到某一代的時候 他還是可能把它換掉了 所以你說你現在的 那個祖傳秘方裡面 真的還是遵循古法 還是天然的產品的話 可能都已經不是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祖傳百年的那種 或許我們還覺得安心 可是現在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都不是所謂的那個祖傳秘方 所以為什麼不能夠公佈呢 為什麼不能夠講出來呢 然後大家一直在講說 除了臺灣之外 沒有其他世界 沒有其他國家呢 再做這樣子的一個公佈 那我們今天有找到 這 這一份報告 這是一百年的時候呢 這個衛生署委託的一個計畫 他去 他們去請這個 請這個委託單位的話 去分析各國他們的這個 負方添加物的 哪些國家也要求公佈 負方 這裡面 當然每個國家 他都有不同的一個規範 那譬如說這裡面 每個國家可能針對他們的特殊的食品添加物 有不同的一個規範 那這裡面我們特別看到 他對他說中國大陸 他說中國大陸的 複合食品添加物除應當按規定標示外 還應當同時標示出各單一品種的名稱 並按含量由大到小排列 各單一品種必須使用與衛生標準 相一致的名稱 然後這個報告的最後 他有做了一些建議 就同樣這個報告 他最後有做建議 他說應多數工業及化工原料 應與食品添加物 具相同化性及遂則耗裂 故美國 中國等國以以遂則耗裂 進行其食品及貨 非食品級之區分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很重要 在我們進口的時候 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就我們剛剛看到 所以工業級的防腐劑 跟食用級的防腐劑 是 被混用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 他已經講出來 在邊境就應該做 這樣的一個管理 衛福部的報告裡面 自己就講出來 連現在的中國大陸 都已經做 要求比我們嚴格 而且這是一百年 但是我們要特別看 他最下面這一行 不代表 不代表本局的意見 所以這個這個本局 現在叫本署了啦 本署一再跟人家 跟對外來宣稱說 這個世界上其他 他沒有其他國家是這樣做 所以包括其他的 這個美國商會 歐洲商會 說我們是民粹立法 那如果說真的 我們仔細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 專業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一份報告 確實是存在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請更多的 這個專家來解讀 裡面的一個內容 真的全世界都沒有嗎 臺灣這麼的先進嗎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爭議 我們是民粹立法 其實如果用比較科學的態度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你要首先釐清 到底你真正關注的焦點在哪裡 所以我們剛才大家這樣 談了一輪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要登陸 要公佈 有人說是副方 有人說是香料 有人說兩個都要 但是到最後 好像香料的部分已經排除掉了 我基本上是同意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香料 不是現在問題的焦點 而且香料並沒有像剛才講 這些起雲劑等等 這樣的案例發生 所以你現在就把這兩個併在一起 就到之後 因為併在一起 反對香料 結果也反對副方公佈 或者登陸 那就變成影響十大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 漸進的方式 就是香料 這個比較困難的部分 我們暫時不去碰它 因為它比較危害 比較至少沒有聽過 什麼樣的危害 所以我們先把已經產生 極大傷害的副方 這部分 我們先開始去處理 所以站在自由市場經濟 你也是支持要求公佈 所謂的副方 不是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希望在處理這個法案之前 不論是這個執政 執政這方 或者在野這方 他需要去了解世界各國 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樣的方法處理 他的法規是有什麼樣的特點 然後他以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孤立 在這個世界上之外的國家 我們跟其他國家是並存 所以如果首先可以知道其他國家都已經怎麼樣做了 而這個處理哪些是我可以參考 我可以模仿 我可以採取的 我如果循著那個方式去前進的話 我碰到障礙的阻力會比較小 但如果今天我們的行政代表也不做 我們在野的這些民意代表也不做 到最後就是憑著大家誰的聲音比較大 然後就決定我採取一個一翻兩段眼的 這樣一個選擇 這個就叫做民粹 所以民粹是這樣產生的 民粹產生的是主管的部門不敬則 譬如說像今天被服輸 他今天這樣說明天這樣說 然後一人起來起哄 然後全部都回到原點 我覺得這個就是直接負責的官員 他們非常認真的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造成大家的困惑 到最後他的立場站不穩 他這樣站不穩 當然使得這個事件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但我覺得當他立場站不穩的時候 最大的損失是政府的威信 又一次受到打擊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如果今天我們恢復了 副方的這個登錄 查驗 但是在兩千年加入WTO的時候 我們就為了要加入WTO 把那個取消了 那今天再恢復 是不是違反了WTO 我們對WTO的承諾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能這樣論定 因為一個國家加入WTO之後 這個國家還繼續不斷地在變化 不斷在演進 你不能說我全部的法規 都留在兩千年那一天 以後我一件事都不能動 我這樣一動就違反那個約定 我覺得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由於我們已經很多 這種副方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需要做修補 我覺得WTO 他應該是可以瞭解 所以我們需要循著一個合法的 一個正規的途徑 是 去讓這個WTO知道這件事情 那根據他既有的規定去申訴 然後在這個過程完畢之後 看他做怎麼樣的決定 事實上我不認為WTO會說 當初你沒有這樣做 今天你這樣做 你違反 我們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一起討論內湖的傅先生你好 哈囉主持人 抱歉讓你久等 請說 沒有關係 各位來賓 我比較在乎可口可樂會不會從市場上消失 因為我一個禮拜要喝好幾罐 我是一盤一盤的買回來喝 我知道的話 因為我們以前去中東的話 中東那邊是買不到可口可的 因為他們認為他老闆是猶太人 但是還是有百事可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口可樂退出並不如 蕭吉貝列位女士講的 他不看會在乎主持人 可口可樂的退出代表 百事可樂也要退出 然後所有的美式的餐餐飲料退出 接著就是McDonald跟那個Burger King 或者Subway 因為各位大家都不太吃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決定要配Coke 如果沒有Coke的話 那個味道就不對了 你不能說來個Big Mac或Whopper 然後來一罐麥香紅茶 或者什麼東西 就不對了 所以變成說 整個的產業全部會出去 那台灣就真的出名了各位 因為台灣是買不到可口可樂 或Pepsi Cola的國家 這還得了嗎 大家想一想 怎麼會有 我們會扯到可口可樂要退出呢 那你們當然不太在乎 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OK 好 謝謝 新竹的徐先生 新竹中 你好 你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專家也新年快樂 我們不談那個食品 我講我們兩個好了 你開一個超市 我賣的東西賣給你的小孩 是有毒的東西 但是你要求我的配方 我不公布給你 但是我可以孤立你那個超市 是啊 我就不跟你交往 看你會不會怕我 所以你是為了你兒子 還是為了你超市 這樣很重要的東西 是有道理嗎 好 是說基因改造 叫做基因 大家都聽不懂 基因就是 他本來就是有毒的那個 那個種子 下去以後 他不會被蟲吃 你有意思嗎 他本身有毒喔 不能有基因改造 你看專家 看基因得懂的 那個專家 你把我按個讚 你知道嗎 好 謝謝徐先生 給你按個讚 高雄的王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贊成馬凱教授的說法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這個應該是衛福部的問題 他們應該要自己做好 自己本本身的業務 不能把這個就是要 附方登陸要全部很詳細的登陸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大桶它的橄欖油 大桶的橄欖油 它是用這第四炸的這個橄欖渣油 然後它混了化學原料進去 然後提煉出來的這個橄欖油 那它這樣的橄欖油 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 它只能做工業用途 可是它也拿來做橄欖油 然後它的配方上 它也寫橄欖油 那像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是有登陸 可是對人民的那個健康來講 就是還是一樣沒有保險 所以我認為這應該是衛福部本身 他要去做適當的抽查 然後才然後公佈各家廠商 他們抽查的結果 然後來讓消費者來選擇 是 謝謝 好 謝謝 我有時候請教 這件事情 我其實不是認為說 有那麼大的經濟 跟食安上的一個衝突 因為我還是強調說 消費者其實不想知道 可口可樂的配方是什麼 可是問題是現在似乎搞到 所謂的有食安就沒經濟 有經濟就沒食安 有這麼嚴重衝突嗎 我比較專業的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這個東西牽扯到 剛剛包括連密室講 很多這個化學物質的東西 假設這個香料裡面 他真的是直接加了加了香料 香料裡面他不要加多了 他就加個零點零一個percent 那就是一百個ppm 一百個ppm的有毒的香料 在這一杯裡面 他可能代表大概將近上兆個化學分子 你把這有毒的上兆的化學分子 往你肚子裡面吞 這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這個現象 不要小看那個香料那個部分 今天下午我剛剛主持一個會議 也就在討論這個香料問題 就在我們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與會的大概有二十個專家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出一個結論說 香料到底能不能安全 包括主管的官署 環保署的這個毒管處的人都來 所以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 然後現在呢 我很擔心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剛剛有觀眾打進來 觀眾打進來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的可以聽到 他要的這個漢堡 他就是要配可樂 表示我們臺灣的消費者 已經他的飲食的習慣了 已經被這個外商養成了 這個部分慢慢下去的時候 我們很難再扳回來 非常很難再扳回來 如果說是要去審查 相關的這個審查的時候 過去有多少我們國家相關的做的 都是機密審查 包括我自己都常常在一些機密審查委員會裡面 所有的委員全部要簽名切結 你不能夠洩密的 這個不是說做不到了 都是做得到了 結果呢 我參加過很多的這個情況 沒有委員洩密過 對不對 但是呢 保障一般老百姓的安全 他是達到 是 所以我是覺得衛福部 包括我在文章裡面都寫 他是藉著這個想要當作經濟部長的 這個作為 來推掉他衛福部應該有的責任 你衛福部本來就是要保障 讓我們消費者安全 那消費者現在有什麼不對呢 我向你買東西 我希望這個東西對我是安全的 我要知道我買到什麼 我要知道不吃買進來喔 買進來東西是要吞到我肚子裡面 我要知道我吞到我肚子裡面 是ok還不ok 會不會因為零點一Percent的 這個添加進去的時候 我吞進來將近上造的 有多的化學分子 有多的化學分子 他如果說呢 萬一他是傷害性的 萬一他是基因毒性的 這個東西還得了嗎 雖然我們自己本身會慢慢把這個東西 給抵擋掉 但是就是有人抵擋不掉 是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老百姓包括我們的民意代表等等 如果大家努力去上 這方面去做爭取 我想不通 剛剛田委員 從頭到尾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給國貿局局長 都不認為這個東西 有什麼違反所謂 WTO的這個問題 結果呢 我們自己的衛福部 自己在那邊窮擔心 所以我才從頭到尾講 難道你真的是很想去當經濟部嗎 你是衛福部啊 邱老師你也認為明天三讀 應該叫一條都不能少的 這個是官房 我個人是認為啦 最好是一條都不要少 但是我也相信以立法委員的智慧 所以明天應該會有一個 大家都期待的一個結果 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老公訊號擺第一 獨守空歸老婆願 那你掉下的時間 白天還是晚上 晚上差不多九點十點 這個時候出發 然後掉到一兩點回來這樣 以前可能是我們夫妻兩個出去 可是我發現現在我們只要出去 他就會跟我講 我可不可以約些些些一起去 他現在好像不喜歡跟我單獨出去 你怎麼來應付這個局面現在 我就是有點跟我先生嗆聲說 你就腳踏車跟家庭自己選一個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 熊很大 新春表演聽 縱冠線 Superband Live in Taipei 出發 謝謝 大家好 羅大佑 李宗盛 周華健 張震月 華語樂壇超級組合 在他們的經典歌聲中 一起找回曾經的感動 走著說出聞聞 軟出挖來的風 土舊那星平安順心 2014 舊愛公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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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雖然好像是只有用手 其實是腰腹腹腹腹的力量 核心肌群都用上去 另外它的最大好處是移動的樂趣 對執障者來講 有的手搖車 就像三太子有的烽火 無遠伯見哪裡都可以去 在地發生的新聞 都在Pepo公民新聞平台 科學向遊戲實驗好好玩系列科學繪本 為孩子們解答最常有的疑問 並設計多款充滿遊戲性的實驗 貼近孩子們的觀點 收錄充滿趣味和科學的互動式繪本 捐款7500元 獲贈實驗好好玩套書 趕快上公事網站 貨博02-2633-2000轉角 新年一年祝大家 東馬精神 把刀成功 土舊納心 平安順心 緩緩緩緩 鬧心穿 扭轉乾坤 金玉滿堂 恭賀欣喜 心想事成 一帆風順 財源滾滾 大吉大利 財源廣盡 步步高升 開春大吉 團團圓圓鬧心春 除夕晚間7點半 與您共度團圓時光 為了生活 你馬不停蹄 為了家人 你很少休息 泡竹升起 讓我們互道恭喜 燒喘口氣 未來年蓄積動力 公事祝您 土舊納心 平安順心 日常 直以一位 自燃